Rail聊世紀 天吟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ail 今天要來看薩拉森人對上中古人 最終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橘色呢 這位玩家是我們熟悉的Dank Dank選擇的是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的話 他的特色是他的市集相當便宜 而且交易的手續費會減少5% 所以薩拉森人來說 他的買賣是比較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傷經濟的 但是買賣一定會有傷害的 薩拉森人來說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工兵跟駱駝的路線 駱駝呢 則是可以到達駱駝血量最多的文明 工兵的部分呢 則是他的不工兵 打建築物傷害是最高的 所以他在阿拉伯封建時代 出工兵破木牆的部分是非常強大的 後期薩拉森人主要是打駱駝、奴隸兵 還有這個洛馬 工兵為土的文明 那當然他的步兵也OK 有這個三級的步兵鎧甲 但他步兵沒這麼亮眼 那後期的配重科技才是他的精神 他的投石車跟巨型投石機 都是有這個傷害加成的 所以你被他的投石車砸到的時候 會頭破血流 但是科技在單挑來說是非常難點的 因為資資源量需求量巨大 而且出了也不一定可以決定戰場的勝利 甚至很容易被騎兵單位給針對 那薩拉森這個打法是非常需要大量黃金的 在阿拉伯來說是不常出現的一個戰術 那接下來看一下中國人 那中國人一開始會多三隻村民 但是會減少兩百肉跟五十木材 那中國人一開始可以研發織布技術 所以不太會有那種黑暗時代 自己的村民被對方弱馬抓掉的問題 也可以用這個異村去開始騷擾對方 也是OK的 但是不太建議 因為中國人一開始是沒有肉可以去產村民的 所以這異村呢 如果去騷擾對方的話 很有可能會斷肉斷得更嚴重 那通常你可以出門時間 大概是八村或是九村的時候 那出去的時候通常是稍微有點晚了 但是如果單純去殺對方的路 可能是剛剛好的一個時間點 那甚至喔 如果你會用村民去偷租的話 能偷得到的話也是很賺的 但我是不太建議這樣做 因為偷租劍是一時爽的 不能讓你爽你被子的 你可能打到越高分的分段之後 你就發現你不偷租 你就打不贏的情況 可能會有點...不太好 那中國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中國聯儒 步兵騎兵其實都OK的 而且中國呢他是有重裝騎士 也有重裝駱駝的一個文明的 所以不管是要遇到對方騎兵國 或是自己遇到對方攻兵國 也可以有效的去壓制對手 那中國人來說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他有缺點喔 是沒有火槍跟火炮的 所以他的火器單位呢 是稍微偏弱的 但是中國人有大衝車 所以也可以上路自己的衝車能力 去推進敵人的 那我覺得攻兵文明來說 中國瑪雅跟蒙古其實都有點相似喔 都是工兵單位非常強大 而且都有大衝車的文明喔 所以中國也可以考慮喔 直接打一個帝王時代 然後衝車配槍兵 還有這個中國聯儒 做一個搭配喔 那如果遇到薩拉森的頭石車的話 那這個戰術就會特別危險喔 因為頭石車可能會砸爆槍兵啊 工兵衝車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中國最強的搭配喔 我覺得有稍微被封住的感覺 好那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目前看到這個 道特是我們的戰術大術 所以也要期待一下 看一下道特對中國有什麼理解 好來看一下右邊已經圍好了 那正面部分也稍微圍一下也可以 那這邊道特應該是在想喔 看要不要犧牲這個模仿 直面再補個房子 然後直接連綁到這裡 那這樣子圍著支援的點喔 防守的支援就會比較少一點喔 不然他上面這邊還是要圍很大喔 那如果是這邊這樣子圍的話 防守區域範圍也是會偏大一點點 所以就要看要不要道特這邊 利用模仿進行一個小圍喔 那如果小圍的話 這兩隻村民可能都要跑到這一側 去吃果子喔 那目前看到兩邊都是點了封箭時代 而且打的P數是偏晚的喔 20P點封箭的一個打法 那20P點封箭打法 通常是打工兵開會比較G堆一點 漏馬開的效果就沒有這麼強大 因為通常你20P漏馬過去了 也遇到對方槍兵出來了 還有對方的工兵也差不多快成型了 快要出了兩三隻 然後配槍兵出門的一個狀況 所以漏馬開這個時候 其實會相對有點危險 以正常的戰術克制來說的話 20P漏馬我是非常不推薦的 如果打個19P或18P的話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以前都是推20P漏馬 現在20P漏馬已經不太行了 時代在改變喔 戰術也在改變喔 那道特是決定要大圍喔 那這邊就讓非常多的村民在圍加 那薩拉聖這邊呢 則是拉一隻村民慢慢圍而已 並不像道特拉了3到4隻喔 直接爆圍一波 那好處是喔 他這個打法是比較容易直接 封建時代喔 直程上去的喔 那這邊如果要繼續打的話 就只出毛兵 加兵攻場地擊射 反正有可能可以手下對方的騷擾 就不用擔心對方的這個近戰單位了 所以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村民喔 去蓋房子 托人對方的時間喔 那家裡的部分只要出毛兵 針對對方的工兵防守就OK了 好那道特這邊是直接把石頭全部賣掉 換成了黃金喔 看來這邊是想要買賣一波 直接上城堡 速城堡的一個打法 那薩拉聖這邊則是單事件場 出工兵毛兵 開始往前壓制了 一個正常的開局打法 那道特這邊長槍兵已經偵察到了 所以應該要擋住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那目前看到中國是點下一擊挖金 城堡時代已經點下了 兩邊都是打一個算是偏快的 城堡時代開局 這裡有一隻槍兵守毛兵 好這邊看一下操作怎麼打 工兵去往前第一時間要射掉槍兵 是殺生這邊的一個重點 好看一下這邊操作好了 好這邊弱馬上前 但是沒有吸引到毛兵的傷害 毛兵這邊高打低工兵傷害非常疼痛 已經有一隻工兵殘血了 但是為什麼不上去硬點槍兵呢 這一個問題點喔 就是他不想要損失工兵喔 因為他覺得損失工兵是很虧的 啊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無腦上去A喔 A掉了長槍兵可能損失兩隻工兵喔 好結束了 至少我打得贏 剩下弱馬直接解掉所有的毛兵就OK了 你看如果像他這樣子 直接在這邊換的話 就會有點傷啊 我覺得不如就乾脆一點喔 上去前壓喔 直接點掉槍兵喔 損失兩到三隻的工兵 然後再讓自己的弱馬去解掉這邊毛兵的問題喔 然後專注開農或是前壓會更好一點喔 那當然這是我的視角啦 因為我是一個操作沒有辦法很多線的玩家 所以我會選擇一個損失一些兵喔 去解掉這個多線控制的問題 但是對於高手來說喔 他們的一個多線打法是比較厲害的 他們可以一直邊控邊打沒有問題啊 這就是凡人跟高手之間的差距喔 好那目前看到城市中心兩個已經開了下去 目前中國是打一個正常的雙TC開農打法 到底為什麼說是正常 因為你以賣石頭的方式來說 你要再把石頭買回來喔 其實是需要一點經濟了 你沒有辦法直接3TC開農 所以雙TC開農算是一個更正常的方式喔 好這邊有二級射的關係 戰毛兵現在打村民非常痛 要稍微拉扯一下喔 不然這個村民血量會掉的非常快 哇他有點忽視到了這個戰毛兵的傷害 八隻戰毛就可以集火掉一隻村民喔 哇這邊已經被殺了三隻村民 還在秀 完全不想後面的投石車我接到了 呵呵 這看起來是重啦 好那目前投石車還努力在進行攻擊當中 但薩拉三人這邊出投石車並沒有出歧視喔 因為他沒有馬舅單位的關係 沒有馬舅喔 這個建築物的關係喔 所以並沒有辦法出歧視來硬砍 只能用投石喔 只能用投石喔 一直去預判對方的戰毛兵的一個移動路徑喔 才有可能打到對方的單位 好自己的工兵前壓 結果中國只用了戰毛兵就壓制到了對手 甚至還打到了一些村民 這兩隻毛兵居然還把一隻村民給打了出來 這隻殘血的村民可能 逃得掉 原來這邊可以敵木槍走進來 好 右邊的工兵被再次逼退 薩拉三這邊前壓相當失敗 村民又而且損失掉了四村 雖然中國這邊也是損失了八隻戰毛 但八隻戰毛換四村 根本就是划算的交易 我覺得不虧啦 好那導舵這邊現在有村民上的領先 3TC也陸陸續續開了出來 但也沒有轉騎士喔 或者是開始挖城堡這件事情 所以目前還看不出來喔 中國這邊 後續的打法要去怎麼針對這個 投石側的部分 那中國這個文明呢 他的老頭也沒有特別厲害喔 所以待會要去扛住對方的 投石側的話 也不能用救贖思想 那可能就只能用騎士喔 或是中國聯絡直接硬扛 之類的 但我覺得不太推薦 我覺得用肉馬或騎士去解會更好 那如果薩拉森這邊直接轉 生侶的話 就可以直接轉肉馬 騎士可能不用出 那投石側互打的話也是一個選項 那這邊就是要看操作的部分 好稍微再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操作 唉唷 投石側互雜 但沒有雜到 兩邊都打得比較小心一點 但這邊挖的木頭的伐木工 已經被操作到了 被迫收村 後面三隻毛兵 再進行攻擊 這邊直接把木槍給滴掉 想要出去打架 但這邊直接貼到了 投石側的旁邊喔 讓投石側沒有辦法近距離攻擊 投石側只能被迫發呆 後面的工兵再需要操作 但打不贏戰毛兵 第二台投石側過來 這邊一共交換 道特換掉了一台投石側 看起來道特已經拿到了一些優勢 Dank這邊有點慘 OK 展出了一隻騎士 截掉了投石側 這邊可以繼續用戰毛兵壓制對手 但戰毛兵這邊出的數量 我覺得恰恰剛好 單出現場一直在出戰毛兵喔 讓對手一直有這個毛兵的壓力 那Dank 薩拉森這邊 也可以直接考慮出駱駝 或騎士反制回去就可以了 但薩拉森的騎士 升到帝龍時代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騎士數量可能不能出太多 好 這邊 三台投石側再高地一個回頭 好 讓兩隻騎士上前就好 這個交換不太優 再打個一發 打歪 OK 這個投石側可以全部撤退了 讓騎士去解決就好 這邊又看到投石側過來 兩隻騎士有沒有反應到呢 趕快拉一隻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投石側的部分 兩邊是打一個投車城堡大戰 然後轉4TC開龍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的話前期就會相對無聊一點 投石車複雜 然後兩邊都在開龍 好 中國這邊點下了一級的馬卡 品種還沒有點 血量來說還是稍微少了一些 還是很害怕對方的箭矢傷害 但是 道特這邊還轉出了二級的馬卡 直接要來直升了 好 這裡有一隻老頭一出來就被砍死 有點可惜 唉唷 一講完沒有防禦力跟品種 馬上就補了 道特還是要轉一下 騎兵單位 但騎兵單位轉出來的話 薩拉森也是很好針對的 因為駱駝有血量上的優勢 好 投石車出來了 七隻騎士 上前 二仿勾 看要不要再補個異攻 因為現在騎士只有十攻 打村民的話要五刀 有點異攻的話 只要四刀就可以砍死一隻村民了 現在要騷擾的話 這裡補一攻 我覺得是一個划算的交易 好 反而投石車想要往前壓制對手 但是看到家裡有非常多的騎士跟戰毛兵 而且已經被壓到了城鎮中心了 這裡被迫拉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來蓋城堡 道塔這邊補下了一個彈道靴 燈沙拉森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有二級馬鎧 可以扛下比較多的箭矢 但是一個被擊火還是損失有點多 當然這邊工兵有點失誤的感覺喔 被射到了幾下工兵傷害 這邊騎士一個包夾 打掉了非常多的工兵 工兵完全沒有在控 這邊投石車想要控一下村民 但村民還是被投石車砸到 哇 正面的工兵全部死光 投石車兩邊互打 結果是由沙拉森這邊拿下 投石車最後的勝利喔 但是Dank這邊已經損失了十隻村民了 這個叫Dank還是Dark 是Dank嗎 應該是Dank 其實有時候看了Google翻譯之後 我有時候還是會很難發出那個音 雖然大概知道那個音怎麼發 但就是一直發不出那個音 學日文真的是讓我影響深遠 沒有辦法變成一個比較正常的捲蛇發音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不夠努力去學這個英文吧 這個是主要原因 哈哈哈哈 好 那沙拉森這邊展出了奴隸兵喔 奴隸兵這邊出來之後騎士就很好解了 唉唷 投石車居然還保了下來 哇 直接轉奴隸兵 駱駝都不轉 但如果要打奴隸兵的話很危險喔 因為中國這邊有中國聯弩 中國聯弩的話可以爆射奴隸兵的 奴隸兵是比較害怕工兵單位的一個選項 那如果對方是打中國聯弩 沙拉森這邊投石車就可以考慮升級中頭了 開始慢慢升上去 中國這邊慢慢點下了一弓 還有拇指環帝王十代 好 這邊整兵技術點下了 中頭也補了 右邊城堡又補下了一個 中國這邊補兵的升級 那應該是要打強弩了 補下這麼多射箭場 中國聯弩看起來是要放棄了 開始出弓兵 那沙拉森這邊是轉出了中頭跟工程工程師 可能是有預判到對方可能會轉中國聯弩 但是他轉的並不是中國聯弩 而是強大的強弩 那沙拉森這邊是轉出了中頭跟工程工程師 那強弩跟中國聯弩差別在哪裡 差別是在一個是射箭射的很多 而且強弩的話是比中國聯弩多了一共射程 影響中是這樣子 我記得中國聯弩手是比一般的強弩還要短 那沙拉森人這邊是補下了化學 那沙拉森人這邊如果要打對方的工程器的話 其實也OK 問題也不太大 畢竟他的文明是有這個 火炮在的關係 所以不管遇到對方的投石車或是弩炮或是巨頭 自己用火炮都可以輕鬆剪掉 這邊是要開路的意思嗎 好 掌個一發 好 開路成功 盧炮雖然在打 唉唷 砸到了一發 這個投石車砸得很關鍵想要預判但沒有成功 好 結果直接用強弩射回去中頭 中頭這邊中了一發大丸的 哇 這一波下去頭破血流 投石炸了一發 但又要被換掉囉 你看強弩還是手長還是有點優勢的 雖然自己還是損失非常多的強弩跟戰毛兵 但這一波交換這麼多工程器 還有這個村民已經不虧了 好 中頭這邊開始在升級火炮塔 還有肉馬升級 不是肉馬 這個 對肉馬升級沒錯 還有這個奇兵鎧匠 這就是全能型文明很厲害的地方 可以因應戰場各種狀況 展出需要的兵種 好 這邊還補下了一個長城 長城補下之後大型劍塔火炮塔 哇 這個血量都會有加成 還有這個城牆喔 好 當然城堡的血量並不會增加 但是火炮塔血量可以高達 我記得好像快到4500 但還沒有到4500的樣子 3500 4500 又要砸到了一發 投石車中頭還是很強大 好 當然強弩也是不畏懼投石傷害 直接硬點 想要點掉中頭 但是來不及休的回來 這邊工兵直接硬扛了 走進來 但在前方一點就是城堡了 哇 這強弩射的速度太快 強弩直接點掉了兩台投石車 這個投石車完全卡不住 連弩的威力 這邊應該會直接往前走 但是這邊預判成功 直接砸掉了後來的剩下的強弩 但是後方的4台巨型投石機已經開拆了 而且火炮塔在步步推進 帶了非常多的村民直接前線蓋塔 直接補下了專瓦基礎 要來增加一下劍塔的血量 好 薩拉森這時候補下了馬凱 想要轉一些弱鎖 或是想要提升一下這個奴隸兵的防護力 好 二級馬凱點下了 這裡直接點下大洛瑪升級 但現在這個農田處已經被騷擾的情況下 轉大洛瑪其實很困阿 後面要再灑出更多農田喔 才有可能洛瑪按得出來 不然待會肯定是斷肉斷到懷疑人生的狀況 好 再砸一發 唉唷 殘血 修得回來吧 又中了一個大碗了 這裡有死傷了一大堆的強奴 但是下方火炮塔又再繼續升叉進來 這裡基本上連環塔都不錯喔 直接升叉進去 OK 右邊的兩台巨頭 開始偷拆右邊城堡 正面的強奴直接被漏馬加上奴隸兵 直接解光了 但是奴隸兵還是很害怕強奴這個單位的 一定要靠肉馬或是戰狼兵 扛住前線的傷害才行 但是現在火炮塔的問題 讓薩拉攝影有點難解 這邊最好是用火炮去反視 火炮塔會更好一點 這邊看到一台巨頭被拆掉 右邊城堡女衣在修理 這邊火炮塔的血量已經高達3493 差一點點就來到3500 這面大洛馬直接上前硬尻尻尻尻尻尻尾 但是火炮的部分在後面攻擊 火炮塔打洛馬速度非常快 强奴也是 强奴雖然ial算上被消減了一些 但還可以接受 還有23次的素的量在前線 繼續進攻 但這面的村民 有些村民已經被解掉 剩下少量的村民再蓋這個火炮塔 火炮塔深入進去之後 開始往左邊移動 左邊的區域也是想用火炮塔 silk 封鎖 哇 這個火炮塔插得太深入了 插到薩森這邊有點沒有空間可以種田了 甚至是房子被拆到已經卡穿了 到這波火炮塔封鎖戰術 其實挺有料的 因為火炮塔的血量非常多 劇情投擲機要拆很久 火炮要不要先點掉 火炮比較好拆 OK 果然先拆掉了火炮 巨頭部分直接用強武射掉 太狠了 好 這邊還點下了劍巢俠俠 這樣子大型劍塔的傷害也會大幅上升 但這邊有要補大型劍塔嗎 這邊一具虛火炮塔身吹應該也OK 這邊用強武加上洛瑪的一個進攻方式 而且他這個資源可以出到大概一百多隻 快一百隻的肉馬應該是沒問題 好 這邊巨頭繼續拆除劍塔的部分 腳轉出更多肉馬 直接硬拆對方的工程器 我覺得問題不大 好 劇力兵想要來解村民 但是直接被強弩給射了回去 後方兩台巨頭還在努力反擊當中 但是火炮塔加上巨頭 死機的壓力實在是太大 而且這一坨強弩現在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 一定要轉戰毛兵才能打贏 但戰毛兵的工房都還沒有升級上去 目前是中國這邊還是強大的優勢壓力 這邊巨頭死機被拆掉了兩台 一台 左邊直接身插到了殺生的後方領地 哇 這裡要是被插起來 直接爆炸 當然他也可以直接拉催眠 直接去硬解這邊火炮塔 好 但是殺生太專心在打右邊的部分 左邊已經被身插進來 渾身不知 右邊的部分劍塔被拆除了幾座 但是還是有很多座在中間屹立不搖 好 補了一台中頭在右邊的區域 防守強弩的推進 左邊的部分則是補下了更多的火炮塔 但是殺生的也是補下了一些肉碼 開始要來防守這邊的區域 也補下了衝車開始要來拆除火炮塔的部分 但火炮塔還是沒有打算放過他 繼續拆除 甚至肉碼也可以反擊回去 好 那目前看到火炮塔慢慢防守出這個區域之後 巨型同時機已經控住了大約40片田左右 哇 這些田完全沒有辦法種 雖然殺生人看起來農田樹還是很多 因為後面這邊都在撒農田 但是右邊也是被稻藤發現了 你在右邊開農啊 好 這邊直接纏了一堆肉碼 開始往前直接硬拆掉工程器 OK 反正肉多嘛 都要破萬肉了 好 纏一堆肉碼去解也OK OK 當然殺生人這邊也是轉出了衝車 那我記得殺生也是有重衝的 這個大衝車趕快騎上去拆除這些劍塔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那這邊需要更多的肉才有可能解的掉 那殺生人這邊肉量回穩來到了58村 但是遇到中國這邊的強大經濟 這邊是轉出了大衝車 大衝車升級好了 衝車這邊存了非常多台 目測大概有6台左右了 好 衝車解火炮塔效果非常好 可以吸引到這個火炮塔的傷害 而且怎麼打是一滴血 那中國需要反制火炮塔的話 就需要出肉嘛 好 這邊大軍開始來了 衝車配上強弩還有肉碼 巨頭火炮塔 這個大雜會攻勢 殺生這邊能扛得下來嗎 好 大衝車已經貼到了城堡 城堡血量降得很快 而且這裡沒有升級變成的鑽瓦技術 血量只有4000爆爾滴血 衝車繼續往前足跡 開到了15台衝車 但是大肉碼努力想要反擊 但是肉碼除了要解掉後方強弩之外 正面的衝車也要解 有點渾身伐術 但是後方強弩還沒有解光 強弩還是持續在反擊 這邊大肉碼回去 電殼這時候突然打出了 GG 哇 這邊就算即使出大肉碼 中國後面還可以轉出駱駝 所以怎麼打中國都有這個應對方式 可以去做處理 那我覺得這一招也是 Dout對於中國這個文明的理解 確實不錯 這個火炮塔 讓這個吃到中國的長城效果之後 防禦能力更上一層樓 沒有那麼好拆除 可以爭取更多的時間 還有控制更多的敵方領域 讓自己可以轉出更多兵種 去壓制敵人 這個方法也是獻給喜歡玩中國的玩家們 一個長城劍塔打法的參考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中國拿下食物的勝利 黃金也是贏了一些 木材的部分則是輸了一點點而已 但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資源 這個食物贏了快要將近一萬 黃金則是贏了快要四千 總體而言 兩邊經濟沒有差太多 我覺得中國這邊打的最好的方式 還是火砲塔加上強奴 還有巨頭弱馬的壓制 這個打法真的是相當不錯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會不會發啊 我們會不會蓋出你的信息 我們會不會開嗎 我們會不會開車 我們會不會開車